Audio Jungle 中国贫困问题仍很严重 AFP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元旦赫茨中重申到2020年让全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 有媒体报道,2018年中国仍面临高负债,老龄人口增多,劳动人口减少等问题 有经济学者认为,中国很多地方财政入不敷出,中央政府继续扶贫,以经历不从心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12月31日发表 2018年新年贺词,称中国此签订下了2020年现行标准下,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 从现在到2020年3年的时间里全社会要行动起来,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习近平说,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,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江苏居民徐先生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,中国很多农村贫困人口并没有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受贿 中国国家进步了,老百姓穷,贵州,云南,四川这三个省海,有吃不上饭的 我在两年前曾经到过贵州的前南州,这些老百姓的房子,全部家当家起来只有两三千元 在高山上缺一少药,我就搞不清现代社会里,他们究竟有多远 Ertco,香港英文南华早报,2017年12月31日报道称,至少从表面上看 中国2017年经济保持平稳发展,GDP增速基本保持在6.9% 截至去年11月,中国外汇储备连续,10个月保持增长 不过,2018年,中国仍面临高负债,老龄人口增多,劳动人口减少等问题 报道认为,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关键资源,资金流向,定价,甚至公司董事会的管控 市场机制如何在这种环境下发挥作用,也成了问题 现在美国的中国经济学者程晓农,接受北台记者变化采访时认为 中国很多地方财政若不服出,中央政府继续扶贫,已经力不从心 LDQUO,最近有一篇文章标题叫《谁在养中国》,讲的是31个省市,只有6到7个省市 现在还有财政收入上交,财政是收大于支的,其中最多的是上海,一年也就是4到5000亿 剩下20几个省份,基本上都是财政之大于收,全靠中央补贴,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,中央政府其实,已经没有办法,再进一步扩大队,贫困的区的补助了 中央政府拿不出那么多钱来,而中国目前的贫困现标准是2011年颁布的,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不足2300元人民币,即算作贫困人口 据经济日报12月31日报道,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复表示,2017年中国年度减贫人物超额完成,贫困人口在减少1000墨人以上 不过,对于中国,目前到底有多少农村贫困人口,中共官方并没,有公布明确 水几岁